1.韩国瑜太太李嘉芬 国民党高总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掀起韩流席卷全台 她的太太李嘉芬在云林也是政治世家 55岁的李嘉芬担任过记者长期关注劳工议题 父亲是老议员 为了父亲健康 他返回云林老家参选 当了三界线议员 而就是在任职记者时和担任冯定国助理的韩国瑜相识相恋 原本他很反对夫婿韩国瑜再度踏入政坛 但既然韩国瑜决定了 他和家人都会勇于面对一切的流言和打压 走进市场 紧握每一双手弯腰拜托 他是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为了韩国瑜首度南下高雄扫街败票 亲切中带注自信 败票熟练 因为李嘉芬出身云林西罗政治世家 除了父亲李日贵 他自己也担任过三界云林县议员 云林县议员李嘉芬弟弟李明哲 父亲身体很差了 以前他跟地方上也接触得比较熟一点 所以他回来衔接这个工作 55岁的李嘉芬 是新大学广电系毕业后就投入媒体工作 对劳工运动议题尤其关注 云林县议员李嘉芬弟弟李明哲 跑劳工的时候 他对于当时在订定劳基法的过程研读得非常深 而他就是在担任记者时 为了专访冯定国跟担任助理的韩国瑜相识 韩国瑜当时说文章是他操刀的可以访问他 两人就此展开爱情之路 李嘉芬原本想在媒体界大展长才 但为了有气喘的父亲 他依然决然返回云林老家接班 李嘉芬在离开台北记者职务后 就回到云林老家照顾父亲也投入地方选举 因为家族人脉 第一次就当选甚至连任三届十二年的议员 卸任后由他的弟弟接棒 就是深知政坛的纷扰 李嘉芬说其实一开始相当反对韩国瑜再度投入选举 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太太李嘉芬 我知道韩国瑜一旦站出来要参选 不管是我们的家庭 个人或者是我的学校 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压 我觉得都是我们自己得要去承受的 这次因为创办的维多利亚校的引发风波 有从政媒体资历的李嘉芬 挺身捍卫夫婿和家族 也扮演好另一半的角色 为韩国瑜紧抓每一张选票 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陈佩琪的父亲陈腾发增任教育 澎湖县马公市马公国民小学 伯父陈腾教台北帝国大学医专毕业1944年 是澎湖县小儿科名医 叔父陈克校第一名考入台大医科 1959毕业于美科利富兰担任外科医师 陈佩琪毕业于台湾省立马公高级中学 第一年考上国立台湾大学森林系 因立志当医生而于第二年重考上台大医学系 是马公高中第一位考上台大医学系的女生 他与学长柯文哲经相亲于1991年结婚 育有一子二女 长子被诊断出有亚斯伯格症候群 陈佩琪在2013年台大医院失误移植 艾滋病患器官案中挺身而出替柯文哲喊冤发声 他于8月召开记者会表示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于柯文哲出国开会时 以突袭方式公布处分 让他没回应机会 他也用柯文哲不在台湾管不到他的时候说明事件始末 并控诉相关人员伪造流程陷害丈夫 他说柯文哲扛下责任可以接受 但他无法接受基于落实穷人器官分派正义 全力为台大医院投入器官 却募制度涉及6年 器官移植17年都没拿半毛钱的柯文哲扛下罪则污名 至于柯文哲会否因医师生涯受阻而改选市长 陈佩奇表示 当医生不错的人为什么要从医界出走 一定是有原因 如果丈夫要选 不用家庭革命 我尊重支持 2014年1月 柯文哲在其新书《白色的力量》发表会上提到 陈佩奇对于他有意参加年底台北市市长选举时 抱怨家里还有房贷要缴 一个月少20万输入怎么办 但他也说陈佩奇虽不喜欢他从政 却还是默默支持他做的决定 2014年6月 陈佩奇在Facebook感慨说 每次有人问他陪先生跑贪很辛苦吧 说不辛苦是骗人的 但他一想到监察院谈和文上写的《爱滋事件》中 柯文哲有损台大医院医疗声誉 有辱国家名声 就让他精神都来了 累不累已经一点都不重要 他常在心里默想 有天一定要平反这件龌龊 肮脏的事件 陈佩奇也说 柯文哲常叫他放下 还说害他的人可能是贵人 他认为也许要等到11月29日那天 他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遗憾 侯友宜太太任美玲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晚见接受馆长谁来TALK管制播访问时 被问到妻子任美玲时 直言这辈子我最感恩的人就是我太太 他不是怕妻子 而是真心与太太感情 非常尊重他 侯也透露 两人是从房客变好朋友 在交往 结婚 侯友宜表示 他从景观学校毕业后一个人在台北没人照顾 当时就睡办公室玻璃桌上两个月 直到一次聚会认识妻子 之后就请他吃排骨面 后来妻子知道他没有地方住 就邀请住他家 这一住两人就从房客变好朋友 在交往 结婚 侯友宜说 刚认识妻子时只知道他台语讲得很溜 还来才知道是有个性 想法的上海姑娘 他从来不在公共场合出现 不碰政治 不干预他警察活动 只有他第一次当选新北市长时 怕被说感情不好 拜托他出来 之后连任再要求又被拒绝 侯友宜表示 外界要找到妻子照片还不容易 他不仅不在公共场合出现 也避免参加很多固定活动 避免人家会拜托他什么事 他就不喜欢 何必扯一堆 侯友宜回忆 他几十年来当警察 侦办重大刑案 常常没有回家 生命又有危险 妻子把帮他生四个小孩 还都过得非常好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牺牲真大 感恩西服有这个老婆 他不是怕老婆 是珍惜与太太感情 非常尊重他 4.周美清 从十一年前周美清为了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 迫于选情压力首度公开露面以来 他的标准造型就是一头短到齐尔的男生头 中性安全的牛仔装扮 即使在公开场合 骨感十足的他总驻备 三七步站姿 偶尔还会不经意地用一脚勾住另一脚后脚踝 以比萨斜塔的角度站立住 十分随心 他的酷劲同时展现在对外的西字如金 爱恶分明的大眼睛也总让人不难读懂他的情绪 有时他一连穿了几天黑衣服 连自己看了照片都忍不住问旁人 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没换衣服 外界都说 当上官夫人后的周美清一点都没变 风格不改 但在老同学们眼里 可不是如此 念正大法律系时的周美清身形比较有分量 身高约165公分的他圆滚有肉 站在个头普遍不高的文祖男同学身边甚至显得有点 当年一头长发飘逸的他显上裤装 而是跟住时下流行穿迷你裙 V字低领或长靴 他在学功课普通 也不喜欢参加任何活动或运动 不算耀眼的学生 和同班同学王清风现任法务部长从学生时期变一板一眼 胸怀大致的模样很不同 没人听闻过周同学曾表达未来立志要做什么 5.吴淑珍 这段时间 陈水扁一家成为台湾媒体的焦点 而陈水扁老婆吴淑珍除了有钱有势之外 大多数的麻豆人对吴家的评断不外乎是脾气暴躁 骄傲和慷慨 不到50岁的麻豆人 很多都给吴淑珍爸爸吴昆池看过病 在他们的印象中 吴昆池只要病人动作太慢 就很容易大发雷霆 吴淑珍的妈妈王霞也是如此 站在门口就能与街上路人吵架 一点也没有像受过日本教育的妇女般 温柔服从的模样 不过 麻豆相亲也透露 吴家火爆的脾气仅限于对平民百姓 当吴家遇上达官贵人时 就会表现出非常有礼的贵族模样 满口日文 还居功个不停 当地人说很多麻豆人都以阿扁身为麻豆女婿为荣 但对于吴淑珍家人 很多人说他们的优点只是为了出名 在捐款时特别慷慨而已 言语中似乎没有太好的印象 虽然家大业大 但有助力也有阻力 像在地方上人称国舅的黄姐本名黄茂人 也是吴淑珍的表哥 但却以这个名义在地方上敛财 遭被害人揭发 事后吴淑珍的哥哥吴警茂说明 黄茂是他们的远房亲戚 只知道他长期住在台南 少有往来